来跟进青年党职工参与水灾症灾后 确准感染新冠肺炎的后续进展 青年党今早证实确准人数增加到9个人 青年党宣传主任在德8号立丁发文告表明 最新确准的4人是先前染疫者的密切接触者 症灾行动是所有人目前已经接受病毒筛检 此外青年党斯美兰的症灾委员会 也传出有5名症灾志愿者不幸染疫 所有密切接触者已经接受检测 并将确诊病例上报卫生部 青年党强调将全面配合执法单位 采取相应防疫行动 例如减少症灾志工的人数